有關那個基本法22條的問題 之前政府的新聞稿 和行政長官回應有關問題的時候 已經把這個問題都解釋得很清楚 簡單來說 第一就是有關那個新聞稿的方面 因為第一篇新聞稿發出的時候 就有一個事實的錯誤 所以就需要去修訂 第三篇新聞稿就解釋第二篇新聞稿的修訂 另外第二點就是有關那個基本法22條 和中央駐港機構那方面的關係 特區政府在過去的文件裏面 不同時期的文件 在這一方面的立場 就不是說說得很清晰或者很一致 所以可能就產生了有這些問題出現 第三點就是我作為負責的官員 亦都是就有三次出新聞稿 而是產生的那個混亂 和可能產生那個誤解 亦都是表示那個抱歉 所以我相信最後一點就是無論是有關那個基本法22條 和中聯辦之間那個關係 或者基本法22條裏面相關的一些法律解釋的問題 這些是那個法律方面的問題 但是那個核心的焦點卻是在於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的 在香港的派駐機構 它本身的職權 亦都是就回香港特區在落實基本法上面 在特區和中央的關係上面等等這些問題 因應立法會所出現的內會停擺 而導致影響到整體上香港社會的情況 去表達那個意見作出評論 這個是並不構成干預 因為它是在履行它的職務 所以我想這幾點過去都已經說過 亦都是很清楚 所以在這裏我相信是 因為我已經置入了新的崗位 所以我相信這個問題上 我想你都是要 我相信都是我的解釋都很清楚 主席 林鄭月娥先強推惡法 搞到香港天翻地覆 之後抗疫防疫不力 棄老百姓於不顧 昨天 林鄭班子的大地震 換走四個局長 聶德權就停調 林鄭月娥剛才剛剛見記者 手都抖起來 搞了什麼 大佬 聶局長做錯了什麼 他告訴大家 基本法22條管轄中聯辦 或者叫中央局部門 你說錯了什麼 一份新聞稿一晚改兩次 完全想像到他背後被散了兩鑊 他錯都不知道錯在哪裡 然後平調 真可憐 一殼眼淚 讓大家記得到 林鄭月娥怎麼對自己的手下的 刻薄寡恩 用完即棄 所以 我跟你說 鄭月娥 李家超遲到你 不用怕 慢慢來 車工很靈 疏而不漏 我跟你說 真是很好笑 最應該走的人不走 浪費我們香港的米飯 主席 財政預算案 就說 要加強法治推廣 也都每年都說 要推廣基本法 法治那裡 他就給4.5億 鄭月娥去推廣 基本法推廣就給2300萬 先說法治那個推廣 鄭月娥推廣香港法治 本身他是破壞香港法治第一人 你不如叫葉繼歡推廣防盜 叫鄭月娥去推廣禁毒 叫鄭月娥去推廣法治 這個是極大諷刺 主席 至於說 推廣基本法 聶德權局長 你在座最好了 以前你是政制事務局 今天你是公務員事務局 兩樣都關你的事 其實我跟你說 聶局長 你是沒有錯的 你是不應該認錯的 根本二十多年來 演繹《基本法》二十二條 是正確的 中央政府各部門 是不應該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 這個是八字一字寫清楚 我現在硬屈你 屈你說錯 你又要跪低 跪低不夠 要趴低 是我錯 錯什麼 這麼久姜欣署都是這樣說的 這麼多中央的領導人都說不干預香港 你突然間改了 你就說我改了 就不是你錯 我很理解被人屈的感受 局長 721我都經常被人屈的 保皇黨都會屈我的 說我是元兇的 你不要緊的 你不要緊的 你繼續做好官 不過你做公務員事務局 不要再用這套錯的思維 去逼公務員去跪低 去趴低 好了 講到《推廣基本法》 保皇黨就是專家 專家中的專家就是葉太 葉劉淑儀議員 這次不是扮演葡萄的角色 是扮演先知的角色 他就說 有沒有搞錯 都知道他錯 為什麼錯這麼久 現在才改 葉太 你以前是保安局局長 做了這麼多年行會成員 這麼多年立法會議員 如果解釋22條是錯的 你不早就說 最好笑的是 自己的總新聞主任 都說中聯辦違反22條 干預特首選舉 他就說 這是澳洲人 澳洲人、西人不懂《基本法》 這樣也可以 我覺得葉太 你不如以後 就成立一個品牌 你以葡萄著稱 叫做仙枝葡萄 就走去日本 什麼清心縣 那些 很知名的 就搜羅一些葡萄回來 寫著仙枝葡萄 每人吃完之後 葉太的表演 拿些核出來 看核的排位 就會預測到 其實《基本法》哪條呢 是演繹錯的 我覺得絕對有賣點 賣不賣得去 就另一回事 主席 昨天葉太也有廣告 香港電台 工廠使用很不理想 又說收視低 又說成效差 這路路 還說梁家榮 作為廣播處處長 推廣一國不力 搞到英文台的女記者 去問世衛高官的時候 就明知台灣不是主權國 都去問可不可以加入世衛 又說梁家榮負責 主席 現在我們社會最大的矛盾 其實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自從送中惡法 政府硬推之後 市民的民憤一直未得到處理 市民的訴求 政府一直不回應 我們要做好經濟 財政司司長經常說要搞好經濟 我們要社會穩定 社會穩定 要正通才會人和 我們市民的五大訴求 政府會不會回應呢 到現在還是不回應 林鄭月娥昨天在中午的時間 撤換了幾個問責局局長 主席 其實最應該撤換的是 特首林鄭月娥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李家超保安局局長 和警務處處長 這四個人是禍港的四大購 如果他們四個 蹲在中環攤一張地籍出來 叫香港人每人給他一元 叫他過主 我相信我把地籍堆起來的銀子 高過皇后像、廣場的皇后像 就這樣了 主席 我奉勸特區政府 你要解決政治的爭議 一定要虛心聆聽市民 認真回應我們市民的五大訴求 不是一直在想怎樣去立23條 怎樣加警察裝備 怎樣去用惡法去拘捕檢控 我們一幫民主派的人士 抓市民 不是這樣可以解決到社會的矛盾 我們香港人會繼續我們的堅持 爭取我們的民主公義 守護我們的法治 絕對不會投降 絕對不會好像特區政府那樣 事事正是懂得聽中央 跪低、怕低、自己插自己 不斷認錯 本人僅此陳詞